台灣還是很多愛好棒球的觀眾 所以我希望可以把牛牽回來 我對棒球完成就沒有了 以前沒有在看棒球 其實當初碰到公斤 也算一個社會的事 我在想 我不買 你要不打嗎 他說不打 我假設沒有給他買起來 四對少一對 階段性我來做 沒有錯 就是曼尼99號 新老闆新氣象 招曼尼增話題 林一手入主球團元年 巧遇經典賽熱潮 票房周周開出紅盤 一大犀牛隊 一大犀牛隊 拿下了中華職胞 24年上班球季的冠軍 雜錢行銷不手軟 替球員加薪蓋豪華宿舍 林一手自認用心經營 但萬萬沒想到 三年過後 一大球團也無預警 敲響喪鐘 對不起 對不起 再對不起 希望有熱愛棒球 想進軍職棒的企業團體 能與我們接洽 最短命的一大犀牛隊 突然間說賣就賣 球員球團滿頭霧水 球迷也是物理看花 有人說 林一手玩不起輸不起 甚至傳言老人家看了書球生氣就喊賣 時至今日經過兩年才獨家對著鏡頭 說出當年不可告人的拋售秘辛 開發多年經營多年 一大世界一騎 竟被縣市鋼閣病的殘局市府 無預警撤銷使用執照 不只營業中的得停業 周邊蓋到一半的飯店園區 建兆也被註銷 勒令停工 難道因為和楊求欣交好力挺楊求欣 所以被政治清算了嗎 還是這是市府惡意打壓呢 林一手想不透不明白 即便當年親自上門 建塵局市善意 依舊得不到正面回憶 過去八年天天啞巴吃黃蓮 不只義大世界招撤照 宋省的異想天地壁館建照 長達五年也遲遲沒有下文 這回加大力度挺寒不必嫌 因為他年過古希早已看盡事態 唯獨希望熱愛的國家能 重新站起來